是高中青棒校隊故事的電影 天后之戰 首映主場全歷經一個月的激烈投票 終於是由嘉義縣奪標 在埔子佩天宮廣場舉行首映 而由於這個故事是源自嘉義 因此也吸引了近千名的鄉親來捧場 把現場擠得是水洩不同 原是迪布藤娘不愛的青棒校隊 靠著痞子教練和媽祖Bobby 誤打誤撞成為嘉義棒球團黑馬 這部改變自嘉義東時棒球校隊的故事 首映在嘉義熱鬧登場 也為妮安東 許孝順更親自南下嘉義來參加 很多的很溫馨的回憶可以回來 然後連那個氣味 就可以讓我回想到 就是電影裡面的很精彩的畫面 然後讓我相當的開心 當時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阿嬤呢正在生病 但沒有想到呢 我在那個嫩狗咖在那邊待很久 然後這樣的力量 讓無緣佛界的阿嬤呢下午呢 傳了一張照片說 哇 已經可以做起來了 大談拍片神機說的煞有其事 其實不止許趙順 電影故事主角跟佩天公媽祖 也有很大淵源 曾經靠著信仰在棒球堂上 創下逆轉身紀錄 源自嘉義在地故事 恰巧也在佩天公首映 因此吸引不少鄉親和信徒 一起和媽祖來欣賞電影 記得拆從屋嘉義報導